中国自建国初期开始提供能源对 因地制宜的从一开始提供沼气小水电援助 到今天支持建设光复电站 开展可再生能源勘测与规划 提升南方国家之间的技术与经验交流 建设低碳示范区 绿色发展低碳转型清洁能源合作 已经成为中国国际发展合作 特别是中非合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中国国家能源局和非盟委员会 在2021年发起中国非盟能源伙伴关系 我们受国家能源局委托 整体牵头伙伴关系的筹备运行 在靠巴尔基期间 我们将发起清洁能源提升 非洲电力可及的埃及倡议 未来我们将联合各方和非洲的合作伙伴一起 从战略对接 政策规划 联合研究 能力建设 示范项目等多个领域 策划推动非洲电力可及的相关工作 可再生能源不仅是非洲实现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 也是非洲在其经济水平允许的范围内 解决能源可及问题的技术选择 首先 我们积极发挥WI网络的优势 搭建能力建设 以利益相关方对话的平台 其次 我们识别与孵化中非清洁能源投资与合作项目 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商业模式 金融手段和支付方式 高效结合的友谊探索 我们也开发开源的能源可及地图工具 帮助决策者更加科学的识别障碍 评估开发潜力 进一步探索中非清洁能源投资与发展的创新模式 我们已经推荐了工具的预定力量 为了工具的预定力量 叫做工具体的预定力量 这将展现了工具的预定力量 在这些预定力量 更加提升投资 在这些地方 更加具体的预定力量 在工具体的预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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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希望能够合作与WRI 参与我们的预定力量 并且保护到2030的预定力量 没有人留下的预定力量 谢谢